华兴街全场约有300多公尺 沿着街道走过去 陆续可以看到写着缅甸文招牌的小吃店 七楼下总有人聚集在一起喝茶聊天 他们都是缅甸华侨 50年前因为当地实施共产主义 垄断了社会资源 因此陆续回到台湾定居 从事市农工商各个行业 而最早就是定居在华兴街附近 因为当时这个华兴街地带南四角 它跟这个台北市比较接近 那只要是过了这个福和桥 就可以到这个台北市 然后呢很容易呢 就跟城市可以来做一个接近 然后第二个 本身当时这个华兴街 跟南四岛地带 房价相对来讲 比台北市便宜很多 因为缅甸当地生活步调缓慢轻松 大伙工作之余 喜欢聚在一块喝茶聊天 因此才有这些小吃店的诞生 而整条华兴街 就因为有这些商店的进驻 而洋溢着异国风情 也才有缅甸街的封号 最主要是南四角地区居住着 约有三万多名的缅甸华侨 如何能一解思想之仇 这些伶俐的商店 辱获了美味缅侨人的心 也成为当地特色 缅甸人喝奶茶 是源自于以前英国 统治缅甸的时候 流传下来的一种生活习惯 那英国人他们喜欢喝茶 印度又盛产全世界最好的红茶 他们把这样子的生活习惯 带进缅甸 然后三百年 我们缅甸的人 也接受这样子的生活习惯 我们缅甸整条 到处都是奶茶馆 不像台湾市 到处都是咖啡厅吗 那我们缅甸人喝茶 比较算是属于男人的文化 男人早上眼睛张开 就是先在奶茶店 喝茶 聊天 那个谈生意 讲事情 都是约在奶茶店 甜点受欢迎 而面食也是华兴街的特色料理 浓郁的异国风味 吸引着美味顾客 加点鸡肉咖喱 加点椰子汤 椰子汁 加一点洋葱 还有香菜 加一点柠檬汁 一样是加一点黄豆粉 这是什么面 这是米苔木 米苔木的咖喱米苔木 凉面 咖喱米苔木 椰子面 鱼汤面 都是缅甸代表性的主食 不仅缅强喜欢 也是本地人及外地人 到此必点的异国小吃 因为这里有永远吃不腻的 异国风味小吃及浓厚的人情味 尤其是每年四月份是缅甸的新年 华兴街当地会有泼雪节的活动登场 可说是一年一度的盛会 相互泼水表达除旧不新 迎接崭新的一年 在缅甸的话是会泼四到五天 四到五天泼了之后过了第一天 才叫做就是大年初一这样子 所以的话这样的一个习俗 以前只是一个一点一点的 撒进泼水 到现在已经演变到都是大朋友 或者说各种小朋友 都用各种的一个泼水的契机 互相来泼碗水的一个节庆 今年就在水资源跟文化的特色上面 我们取得了一个平衡点 我们希望用定时定量 然后可是又能够兼顾地方文化 这样的一个概念 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到 我们甸门地区泼水节 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 2016新北市泼水节 即将在4月16日于华行街举行 今年将以甜蜜幸福爱恋为主题 用男女队坡幸福爱恋的概念规划活动 除了有妙生鸟除水槽 纳曼洒水步道 并首度推出了缅甸装特纳坎DIY体验 以及号召民众穿着缅甸过年传统服饰 到活动现场同乐哦 今天这个我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呢 是这个缅装 就是缅甸的这个男生的正式的服装 也算是一个缅甸的国服 那缅甸的国服最主要呢 就是像中山专一样 要有外套的上衣 然后要穿缅甸所谓的Basour 然后呢要有这个国帽 这个就是一个国帽 然后呢这个一定要有夹脚托 才算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正式的一个缅装这样 好那我旁边的这一位呢 这位美女呢 穿的是一个缅甸的女生的一个传统服装 那她的下面呢 这一个缅甸话叫特美 她有各种各样的花纹 好那旁边这一位呢 是一个缅甸的少数民族 因为缅甸有七大民族 那这个少数民族 个缅甸的衣服 个缅甸的少数民族 那这一个呢 是我们的 是一个早期这个缅族啊 不干那个年代的 最早期的 缅甸最早期的 那个衣服 那这个也是一个最 现在也是算是一个保留的 最好的一个古代的服装 那这一边呢 也是一个另外一个 也是一个我们七大民族的 少数民族的一个另外一种服装 所以我们缅甸的一个服装里面 有各种各样 这个非常的多元文化的一个衣服 都会可以看得到 那这一次的活动里面 都会展现出来 那接下来呢 那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里面还有特别的就是我们缅甸的一个东西 这一个保湿跟这一个防晒的一个特质的缅甸特色的 这个东西 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由这个 这个东西呢就由我们这个美女来做一个介绍 我先来介绍一下缅甸的Denaka 就是缅甸的那个木头 它的功能是防晒 然后防晒跟那个它是那个美容 就是它 它是能力多可以擦 它是天亮的 那我先那个吃饭给你们看看 将树枝抹在脸上有防晒美白的效果 这是缅甸朋友要与大家分享的 泼水节当天不妨亲自来试试看 另外这次泼水节周边的活动 还规划了不同的主题单元 就像是多元文化主题书展 结合东南亚主题书店的书籍展示 读者们将可以在不同领域的文化中 体验柔和各余种与民族 所发展出的特色与活力 在这个书展里 我们选了一批都拿的图书 那包括下列这本 这本是我们去年12月出版的 移民工文学奖一二届的得奖作品集 这本书叫做刘 那这里面的文章 都是台湾的新住民朋友 还有移工跟留学生所投稿的作品 那除了这本书之外 我们也选了一批东南亚各国语言的童书 还有小说文学等等的作品 那欢迎各位市民在4月1号到4月30号 这段期间都可以到图书馆来一起阅读 缅甸泰国有千年历史岁月 淬炼出璀璨的人文风情及民族文化 这次也将透过泰缅文物展 让大家一窥黄金佛国的神秘面纱 我们这次有从缅甸也有带来了一幅画 那一幅画是因为这次缅甸之前的水灾 那许多画家共襄盛举所提供的一些画 那所意卖的画全部作为赈灾之用 所以特别有它的意义在 2016新北市泼水节将以多元体验的方式 邀请大家一起来沉浸于 甜蜜幸福爱恋的缅甸新年活动中 你现在在书台北 你现在回来就是我爱恋心 2016新北市泼水节欢迎你 中家新闻卢秀娟 郭南宏 中和产报导